出事的單位窗門玻璃被震碎 暢花脫落 玻璃碎掉落街 石劍美村美影樓這個單位接近中午時分懷疑洩漏氣體 期間發生爆炸引起火警 有居民說,事發時聽到巨響 我聽到一聲是很大聲,因為我都是遙遠,不是喜正這條村 我在旁邊附近聽到很大聲,爆一聲 然後我就馬上衝過來看看有什麼事 爆炸造成多人受傷 亦都有人被跌下來的玻璃碎所傷 好像下雨的炸下來 我走避時有塊玻璃就碰到我的頭 消防出動多架消防車破舊 有消防員要帶洋氣罩送院 有住在爆炸單位對面的12歲女生送院檢查 她的婆婆知道之後趕到現場 村女可能吸入那些濃煙 好,很棒 傷者分別送了去明愛醫院,廣華醫院和馬嘉烈醫院 移街扶南窗街和南山村道的大坑西街來回方向 目前全線封閉 無線電視記者林超儀報導 還可以去到 一段時間 有一段時間